澳洲网球公开赛如火如荼进行当中 世界球王乔科维棋晋级澳网第三轮 过程当中却跟观众爆发了口角 甚至怒向对方要不要下来当面讲 而俄罗斯16岁的美少女安德瑞娃 则是直落二淘汰了自己的偶像 大会第六种子家伯挺进了女单32强 爆出了三天来最大冷门 利兵澳网第11座金杯的球王乔科维棋 向来黑粉众多 队上的又是地主球员 第四盘双方2比2的时候 一次有观众辱骂乔帅 他突然走向观众席跟球迷互嗆 气氛相当的火爆 乔帅激战三个多小时 最后稳住阵脚 以3比1拿向胜利 卸下奥网30连胜 转身向观众席发出怒吼 还不断地挥拳 情绪十分激动 俄罗斯天才少女安德瑞娃 对抗图尔西亚非洲一姐 结果以6比0 6比2直落两盘 淘汰名列第六种子的家伯 勇传澳网女端32强 世界排名也大要进 安德瑞娃去年在大满贯处理秀 发网的宏图球场一名惊人 直接杀进女单第三轮 借着温不断挺进16强 如今松亚首都击败 世界前十的好手 更递上本居奥网 开达以来最大的冷门 全民地编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